11月7日,库天新闻,Angel为您播报 今日上午,位于尼日利亚首都阿布甲的加拿大大使馆发生爆炸 现场黑烟密布,造成至少四人伤亡 事故发生在加拿大大使馆的供电室,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两人严重烧伤 伤者已被紧急送往医院 消防人员迅速响应,火势在两个小时后被完全扑灭 尼日利亚官方经确认调查,爆炸是一起不幸的事故,而非恐怖袭击 起火原因是因为大使馆内两部柴油发电机正在进行维护过程中 其中一部装有2000升的柴油油箱发生爆炸 受害者均为当地同一家公司的尼日利亚员工,当时正在进行维护工作 尼日利亚总统对事件表示哀悼,并向受影响的加拿大政府和人员表示承诺 将提供支持 目前加拿大大使馆已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 以防未来发生类似事件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自上任以来一直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 经过8年的努力,诸多政策同时推进 现在似乎遇到了难题 对这一复杂的问题有所了解的人并不感到意外 碳税的目标也就是减少排放 主要针对的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然而问题在于除非碳税非常之高 否则不能保证结果 特鲁多提出的碳税方案以拜登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提出的想法非常相似 但拜登上任后并未实施这一政策 相反,美国燃煤发电的数量实际上有所增加 特鲁多则因为加拿大无法媲美美国的巨额开支而陷入困境 特鲁多的政策遭到了一些大西洋省份的组织抵制 新斯科舍省的首席部长蒂姆休斯顿也是其中之一 普通民众也在反抗 特鲁多在政策上的急转弯表明了他对可能的后果缺乏深思熟虑 巴黎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周二表示 由于南半球和一些主要欧洲生产国的收成不佳 2023年全球葡萄酒的产量预计将降至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初步的预测中估计 不包括果汁和未发酵的葡萄汁在内的全球葡萄酒产量 介于2.417亿至2.466亿公时之间 中值预估为2.441亿公时 这将比去年下降了7% 是自1961年产量下降至2.14亿公时以来的最低水平 葡萄酒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种负面情况可能是因为两个半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的显著下降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南非和巴西 录得了负10%至负30%的年降幅 而在北半球、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是因生长季节气候条件恶劣而受损最严重的国家 组织还预计意大利的葡萄酒产量将下降12%至4400万公时 这将是自2017年收成以来最低水平 受汉情影响的西班牙保持了世界第三大葡萄酒生产国的地位 尽管其产量预计将降至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比去年下降14% 比5年前平均水平下降19% 而美国的葡萄酒产量是世界的第四大产量 但预计今年将达到2520万公时 比2022年增加12% 感谢收看酷天新闻 我是Angelo 我们下期再见